所以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有一个共同的共识才可以 那么这种共识呢 就需要互相交流 而且必须得能够互相拉扯着往前走 咱们打个比方 我们这个戏原来的结尾是大嗓这个角色来结尾 用大嗓的这个经历来结尾 于是这个剧本呢 它就形成了一个一个人的开始到结尾 这是一个非常规矩的 前面有虚目 有虚目 后头有尾声 一个就是从文学上 它是一个特别完整的一个人的经历 一个人的一个下午和晚上半天经历 那么但是我们这故事走着走着 我们都发现了一个排生的一个道路 我们都在立行动的时候一点点把它改改改改 最后改成了现在这样 就是在快到结尾的时候 戛然而止 一下见好就收 不是 然后把它收在收在我这班主的身上 用班主的最后的一段感慨结束了这个戏 就是由一个小人物的误打误撞引发了一个 一个戏班的危机 一个危情 由这个戏班的危情结束 这个故事呢就成了一个另外一个讲法 而且呢 就它会出现一个新的利益 什么利益呢 就是我们中华文明里的一个重要的文化 就是戏剧文明 戏剧文明 我们从几百年以来一直是向下的趋势 但是我们仍然顽强还存在 还在生活 还在挣扎 还在表现着自己 自己的那种美丽的东西 那么 尤其是在新的文明 在现代欧洲文明 进入中国之后 我们就把它变成一个两个文明的碰撞 这个故事 在我们越来越对它解误清晰的时候 就会发现 它表现的不是一个细番的苦难 它表现的是一个两个文明的碰撞 这个大帅也不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残暴的军人 不是 它代表的是一个现代的新的大工业文明 那些钢铁那些火器 火器嘛 就是有冷兵器有火器嘛 就是用火药弹药 枪支弹药 这个 他们的进到中国以后 这个钢铁文明 对农业文明的这种践踏 这种碰撞 这种碰撞是我们个人 无能为力的 每一个个人都是无能为力的 在这种强势面前 它是逐渐的示威的 这种 每个这个细番的这种苦难 每一个人的苦难和危情 其实都是这个文明的危机 说的是 但是细 细就是细 它又好看 让它还好看 所以把每一个环节 就是我们把自己的思想拎到 把我们的认识到了一个高度的时候 我们就会把所有一点一点 往这个方向去改 去扭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编剧 一直在跟着我们排练 它当然不是每天来 它是三天两头就得来一下 或者我们这有出了什么问题 就得来一下 这儿你看一看 我们有改动 然后这儿你看一看 是不是在怎么动一下 商量一下 所以我们都是在切磋当中完成的对这个戏的塑造 谢谢 不知道回答清楚没有 非常值得 因为我们现在 就是我是做企业的 但是呢 就是爱好 舞台剧的爱好 自己也尝试一些演或者编剧 曾经也有一些东西 就是搬上过舞台 或者说搬上过电影 就是为电影 就是这种 但是呢 就是说 遇到有一些问题 就是说 就是这个编剧 还有这个演当中 它会有一些碰撞和抽筋 就在演的过程当中 你会不自不觉的 在这个人物 本身他就会有一定的生命力 在他演当中 合理化的一个过程当中 他就自然而然的 就往一个方向走 在那个时候呢 就会产生一些矛盾 甚至说编剧 有一些 不同的看法和认知 好 在这个方面呢 我就说 所以说我就想看一下 您们像 就是比较专业的老师 是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 您在这开始讲表演了 我们讲戏台了 好吧 没关系 没关系 因为这个都是 我们都是过来人 其实我们都是在争吵当中 在争论当中 去完成作品的创作 创作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争论的过程 都是用实践去摸索它 用行为去摸索它 好 咱们最后一个问题好吧 今天已经12月份 我首先表达一下 我对崇利基老师的这种 非常地尊敬之情 因为 您可以往前站一下 往前来 我们从小看你的这个小品长大的那种感觉 我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我的孩子在这边出生 他是讲英文为主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看这个演出 他怎么了 他是讲英文的从来长大的 没有问题 可以是吧 我们这个戏 在温哥华好多西人跟着我们一起看 西人 跟着那个西人的 就是洋人 洋人 也坐在台底下一样的看 小冬也能看的是吗 能看 他看不懂也能看 他不是看不懂 他听不懂也能看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 老少结疑的 以行动为主的 他能知道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一二一个 我们还有字幕 有英文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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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谢谢 来 那个 杨大姐 你可以提要吗 我 我 我没有什么问题 我只是说 北京协会的会长 多伦多的北京协会 北京协会 首先呢 我就代表了北京协会 欢迎了北京老乡 这两位呢 今天到我们多伦多来 真的是特别高兴 因为是要做 我们北京协会 订票呢 三四月份就订票了 因为那个 我是看着您的父亲的电影长大的 真的 真的 就是 陈强老先生 从到您这儿 演小品 演花剧 仁义的话剧 我是常常都看不过 只要回到北京 有什么 看什么 不管是什么 那会还演过 尤其未干 我都看 我都看 是什么都看 因为北京人吧 第一看花剧 第二看京剧 您这台戏 就全有了 这就叫全活 全活 所以 我们还有平息 如果你们两人来到我们这地方 就什么都不言不祝恩那一战 我相信北京人呼啦一大便 谢谢你们 欢迎你们 谢谢 最后一个问题 我是非常非常有幸 我是在96年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的影视导演班毕业之后 跟随着佩斯的大道影业公司 有幸陈老板在他们公司干了三年 所以我对佩斯还是真直略有了解的 我就几句话 不耽误大家更多的时间 佩斯我向你汇报一下 离开你二十多年 之后呢就改行了 原来他基本没变样是吧 对对对 所以啊 我变化太大了 他不认识我 可是我从来没忘记过你 为什么 我其实后来就改行做了 制片工作了 从制片主义一直做到制片人 我越人无数 我合作过的导演 包括香港的徐克导演 我也帮他做过电影 这么多艺术家 也可以说不管港台还是大陆的 我印象最永远不能忘的是佩斯 他对艺术的这个追求 这个认真 这个执着 这个较劲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啊 佩斯所有的作品 不管是小品还是戏 电影电视剧 所有的剧本出自他自己之手 你不管编剧写成什么样子 他会组织大家 一次一个情节 一个人物 所有的细节 都是在他自己的亲自的把控当中 极其较劲 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 他给我影响到了我的工作作风 后来我在看人家为了挣钱 根本就可以连台词都不背的时候 我时时想起你 这样的艺术家 有良心的艺术家 没有了 哎呀不能 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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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了